欢迎大家回到倍升企画 今天就会讲一下 就是 你可以说数列,以及怎么可以 找到 叫做 成交量比平时的 几倍的状态 首先我们这次在这里 不要是 叫做 closing price 不是收市价 而是成交量 例如我们现在 打回 Volium 跟着 Add to charge 你现在看到 这个状态 就是 一条线 如果你想 把 style 即是 图 变成一条条 bar 按 style 等于 是 pod style column 再更新 你会看到 一模一样的图 但是 如果 在这里 转了一个 叫做 中括弧 打回 1 打回 update on charge 你就会看到 这里就是 如果 放大一点看 你会看到 这个 这一天 就会 返回 前一天的 成交量 如果你 打2 再update 你就会 看到 这一天 才会 返回 前两天的 成交量 所以 如果你有了 叫做 知道 这件事 你去找 哪一天 成交量 是特别多 那就会 很简单 首先 comment 一句 你可以 按两斜 在前面 或者按 control 一斜 也 可以 然后 例如 假设 你的 平均 成交量 就等于 0 其实 就是 我按照0 待会 你就会看到 问题 才 再 叫做 改 例如 我们看一下 究竟 每天 是大 30日 平均成交量 那怎么做呢 首先 就是 for i 等于 1 一日前 去到 就是 30日前 那 跟着 就是 平均成交量 平均成交量 这 应该是 叫做 total volume 或者 打 总数 那 就是 如果你 本身 已经set 是0 你要再把它更新 的话 你要打 无好等于 如果你 写开 program 你就会变成等于 但是 py script 就不是 要是无好等于 接着就是 sum volume 再加 volume i 那你就会得出 一个 接着就是 sum volume 就是 等于 应该用 fh volume 就会 等于 sum volume 除 number of dates 现在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 平均 平均 那我们就试试 save 那你会看到 就是 那你就会看到 下面有一个 error 就是说 这个是 sum volume was discredded with constant integer 其实就是因为 volume 不应该用 点数 不应该用整数 应该用点数 所以 你有两个办法 一是 你设定它做 0.0 又可以 save 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没有事的 那 呃 我现在 就是 comment 一句 不用comment 总之 那个 volume 这个问题 就已经没有了 那 另一个方法 就是 在这里 告诉你 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 点数 就是一个 Folding Value save 都没有了 那它现在呢 其实就是说 没有东西 就是 那你呢 现在就可以 就是 就是 pot shape 就是想 显示 究竟哪一天 就是 那个 volume 是大 平均 volume 呢 跟着 size 就是 size.small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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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要 放上去 你就要在这里 打回 就是 overlay 就是等于 true 那 那 那 你就再 这里 cut 再 add to charge 那 这里 就会 看到 就是 这些日子 那个 平均 成交量 是比 前一个月 是大 的 那 今天大致上 就是说到这里 大家 记得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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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课堂 也可以在我们的 paylist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